那我请教肖賴老师 说外界观察 这一次香港的攻防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类似冷战时期的西柏林 我想就是说现在当然有关于 那个习近平他像什么 有很多的那个想象以及讨论 那实际上第一个提到 这个习近平他领导中国 比较类似像那个纳粹的 实际上是那个当时还是 菲律宾总统的艾奎诺 就是现任那个Duterte的前一任 因为他那个时候菲律宾被中国 他在这个南海的议题上面欺负的一塌糊涂 然后觉得没有人在管他 所以说他那时候非常的哀怨 然后那个但日本在安倍他刚上来的时候 他是讲到说那个情势有点像一战的时候 所以说的确是有不同的一些想象 但现在回过来就讲到香港 其实为什么香港现在不少的外电 其实也包括我们国内有些学者 会认为香港现在有点像是冷战 冷战时期的西柏林 那我们知道在冷战的时候 那个西柏林他自己本身 算是在东德境内 可是算是一个自由的城市 就是说不被那个苏联 还有这整个这个他们的华沙工业组织 他所支配案掌握 那当然这中间是有经过一系列的 例如说是连三次的柏林危机 来确定好他后来所形成的一个状况 那基本上新柏林他人家说自由的 东柏林不自由 过一个墙西柏林就自由的 但西柏林再一出去在东德境又变得不自由 所以他有点像是在东德境内 一个这个很封闭铁幕内 里面的一个我们讲说一个小小的自由飞地 那香港的那为什么香港会这么认为呢 就是说虽然说香港还是中国一部分 但实际上香港他的操作的那个地位 以及他的方式 他们是认为说包括美英这些国家 认为说这是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 这地方所确定下来一国两制的那个方式 换句话说即便你是一国 可是因为他有两制 而且这两制是被香港人他也认同的 所以说会保证说起码香港 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主 他不完全是被中国他所统治 那也因此当中国现在在一国两制 把他变成一国一制了以后 那就相当于是破坏了整个香港 他原来不仅是中英联合声明 那时候所规定出来香港的地位 而且如果说按照历史的类比 就有点像是把这个 我们讲自由飞地的西柏林 在东德境内把他整个把他吃掉 那实际上在1948年1958到1961年 这连续三次柏林危机 我们也看到苏联就想尽办法 他要把这个西柏林吃掉 因为一方面他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我的 那怎么只有那个西柏林这边 是一个自由飞地 不行我一定要把它掌握下来 另外一点就对他们来讲 是他觉得说这像一个囊刺一样 我就是要把它给处理掉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 他有可能会对于东德境内 不管是东柏林还是东德境内 这边他会看到 有一个自由飞地在那边 可以跑到那边去 那所以说当现在这个问题 开始出现的时候 认为说中国他在改变现状 而且改变现状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除了说香港自己本身 所代表自由的意味之外 以及他不受中国直属的意味 还包括说香港 他本身所代表东亚经济秩序 他这边的一个位置 因为香港他本身是金融的中心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他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他先是弄一个大港湾区计划 基本上把香港变成是 港湾区计划里面的一个城市而已 换句话说 中国已经开始逐步的 要去改变香港的地位 但另外一点还包括什么 中国他在这个地方 他在2019年他开始进行 放宽外商的投资法规 同时他在2008年之后 特别是在去年还有前年 那个地方 他开始怎么样进行 用跨境数位的支付系统 积极地在扩张 用这个东西来摆脱 有关于美元他所可能支配 以及他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 他也开始进行 有关于数位货币的计划 用这边要弱化美元的地位 那我们知道在东亚这个地方 香港港币紧贴的美元 基本上是美元在这边 之所以还能够维持金融强势 很重要的一个操作基地 那如果说香港现在已经不是了 他不仅是说有关于香港的地位不见了 他连包括金融操作的这个地方 美元他的主宰的地位 到这个地方 他的那个程度一定会弱化下来 也因此会形成一个新的 不管是在政治的上面 好像就是说这整个自由世界 对于一个那个地方 不愿意被中国统治 而且有有基本法保障的 放任了他被中国拿走 那么就就有点像说 但如果说在当时冷战时代 放任西柏林变成苏联的 苏联或东德林部分的时候 请问希德他会怎么去看 美国对他们的承诺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